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某男人电音炒粉的事情 在网上传着沸沸 本来嘛作为美食阿宝主 我是没什么热度可蹭的 突然想起有一家 之前就非常想吃的鰻鱼饭 它的外号不是叫加拿大店曼吗 这不对啊 了嘛 那么今天我们就去试一下 这家鰻鱼饭 OK啊 我们到了 就是这家鰻鱼饭 在这个精英的富裕龙 这会儿人安不多啊 装潢还是挺帅的 它这个菜单上面 全是这个鰻鱼饭 这么多人餐啊 搞个一百一百九十九个套餐 两人餐 开不了 哇 一半鰻鱼一半烧鸡 然后这边一半三吃小饭 好的好的 需要介绍一下三种吃饭吗 你说一下呗 这边一半三吃第一口吃饭了 就去少量鰻鱼饭放上小眼中 嗯 直接吃饭的原汁原味 第二口吃饭呢 去少量鰻鱼饭放上小眼中 倒入这边的三味碟 葱花海苔和山葵泥 加在一起饭的饭食 今天当中吃饭了 还是去少量鰻鱼饭放上小眼中 倒入我们这边的柴鱼糕汤 抱着饭食 这边是康姆汤 康姆汤可以直接饮用 就用餐鱼饭 好的 谢谢 其实就是两份这个鰻鱼饭 然后有一些小食啊 感觉量还是很少的 饮料嘛 这个量少吃辣的特点 刚刚那个服务员小哥也介绍了 说三次啊 还是这个一份鰻鱼饭 第一种吃法 就是直接吃 这个鰻鱼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脆脆的 鰻鱼饭光 它的上表皮还是非常的脆 鱼皮非常的肥 然后它这个是甜口的 甜香甜香的 还有一种单的鲜味 然后我们来试第二种吃法 还是鰻鱼啊 放在里面 然后加上这个海苔 来 加上葱花 加入这个生鲜三葵梨 这个应该不辣吧 这样吃真的是满满的鲜味啊 海苔是鲜的 然后这个鱼是鲜的 这个葱花 把这个鲜味又提出来了 刚刚第一次吃的味道是 确实是完全不一样 然后它这个三葵梨 虽然刺激 但是不是太辣 还是能接受的 你看直接吃都没事 然后第三种 第三种是泡汤是吧 泡汤就搞点饭嘛 以前小时候在家里用鲜鱼吃粥的感觉 这个泡饭的话好像是吃它的清香味 三种吃法 都是三种味道 我这边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咱是来吃饭的 其实没必要搞那么多规矩啊 这份也是这个鰻鱼饭 这个是鰻鱼加这个照烧鸡 都是我喜欢吃的 照烧鸡真的是好吃 这个鸡肉一吃就是鸡腿上的肉 感觉非常的紧实 非常的滑 不错 其实鸡跟饭不怎么值钱啊 加了这个鰻鱼就贵了 估计点五六十差不多 然后还有一份小吃是这个鰻鱼骨 这骨头也能做菜的 属于是废物利用了 它这个已经炸透了 非常的脆 有点像这个吃薯片的感觉 嘎吱嘎吱的 有个问题就是嚼了嚼了之后 它这个嚼碎了 还是变成了硬 在嘴里有点像那个小鞋子磨牙齿一样 还是很难受的 还是用水冲一冲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小吃 麻辣豆腐 就是麻婆豆腐 应该是撒在上面这个黑粉 麻婆豆腐味道这么浓 你就架个鲨鱼里面也吃不出来 但是这个东西是非常下饭的 知道吗 这个应该是这种无菌蛋吧 这种还是生的呢 我可以拌完了 非常的粘稠 就像你把蒸蛋拌到饭里面吃的感觉 感觉非常的鲜 非常的滋补 有点咸咸的 好的好的 谢谢谢谢 但是相机出来就好啊 还有免费的这个甜品 其实我不太喜欢吃甜的说实话 这估计也得十几块钱呢 红豆汤的感觉 然后突出的像果豆 这个特别适合夏天喝 喝上一口整个人都凉快了 今天虽然是摁蹭这个 我们电瓣哥的热度 但是说实话还是要评价他一下吧 之前就不怎么喜欢他 娱乐圈嘛 乌鸯仗劲嘛 大家都知道 但娱乐圈里面出什么事我都不意外 但是我不意外 不代表他做的没错 特别是我听说这个什么 引诱魏晨宁 然后各种 是吧 违反犯罪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那确实应该做 然后往来一直在说 什么那些受害者 那些女生也不是什么好人 她们是不是什么好人 这个是另一回事 今年搞受害者有政论 太低级了 老是这一招 老是这一招 把人都整麻了 OK 我们吃完了 总结一下 这个满鱼还是非常的好吃的 非常的鲜美 然后我们还体验一下一脉三脂 果然还是三种不同的味道 非常的有趣 最后说一下 希望这个加拿大店卖 早会已经受到这个 他应有的惩罚 然后受害的消息人们也不用害怕 这一定会到来的 加油